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要讲的主题是 萌刀广告都没效,怎么办 这篇文章呢 我是在一本书叫做 师傅这本书上面看到的 然后这个主题呢 我觉得非常的适合来探讨 因为非常多的厂商 或者是自我创业 自己做行销的人呢 常常碰到的问题 那我早期其实也碰到过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这个主题 我觉得蛮适合来探讨的 那为什么我没有办法露脸呢 这个因为 等到文章讲到最后的时候 我再来说,我再来说原因 那这本书呢 刚刚讲过这本书叫做师傅 是我好几年前看到的一本书 是由早安财经文化出版 那这本书里面这一章节呢 他每一个章节最后都会有一个故事 就是真实的案例 那他是这样说的 师傅您好 我刚成立了一家教育机构 但是却没有人来注册 我已经把我的资讯 地毯式的铺到了所有的展览会和节庆的活动 我打过很多报纸广告 也办过招待会 我们的价格比竞争对手还要低 而且还不收注册费 但是就没有学生上门 我应该怎么做呢 那这个人叫做凯西 然后呢 这个作者就回答他说 亲爱的凯西 千万不要因为初期的行销失败 就认为失业做不起来 我开快递公司的时候呢 一开始做大量的信件广告 并且提供了五次免费寄送 我得到的回复是零 我感到很困惑 直到有一位行政主管告诉我说 我们每天要寄好几十封信 五次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 你要不要直接提供50次的免费寄送给我们呢 所以呢 市场是存在的 只是我用错了方法 就你的情况来说 价格不是家长的主要考量 如果他们要把小孩送到你那里去 他们必须认识你 信赖你 认为你很好 我会试着从社区的俱乐部 社交团体 教堂和犹太教堂着手 做一个小册子 上面有地方人士的推荐 说你对小朋友非常好 接下来招待会就很重要 而价格呢也会成为议题 但是首先你必须建立你的可信度 好 这个是这段文章 大概只有短短的一页 那我觉得这段文章跟你分享 非常的实用 非常实用 在这本书其实它讲的并不是网络行销 那可是呢 你会发现如果你有长期在关注一些网络行销的做法的话呢 你会发现其实它里面讲的这件事情跟网络行销的做法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懂得传统的行销你要来做网络行销呢 做法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差别只是在于工具的不同 比如说它里面讲的 它去打广告 它去社交团体 它去社区俱乐部 去教堂 然后做个小册子 然后上面有地方人士的推荐 这些动作呢 我们其实如果从网络行销的角度来讲的话 你必须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放到网站上去呈现 譬如说它去社区俱乐部或社交团体或教堂 去发这些小册子 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到网络上去做曝光 你可以去买广告来做曝光 那你曝光的重点上面就要有 你怎么对小朋友好 好在哪里 你提供的服务是怎么做 细节怎么做 那你要有大量的图片 大量的说明 甚至影片来描述 你提供的服务内容到底是什么 这些文案内容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主要目的就是要让人家清楚的了解 你的信任度 你的可信度 不是你用嘴巴说说而已 你要有具体的诚信让人家看到 即使还没有看到你的脸 还没有见到你的人 他就已经对你有基本的信赖程度 那当然之后对你已经产生某些信任感之后呢 他们才会比较想要再去深入的了解 然后呢它里面有讲到地方人士的推荐 这个讲的就是有力的见证的意思 所以你的产品或是你的服务 如果可以找到对你的产品或服务 比如说像我自己有很多学生 他们实际上学到发现 可以应用在他们生活上 或他们的工作上 他们的事业上 那这些就是有力的见证 所以呢 如果你刚开始创业的话 这些见证是比较少的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 你的价格不要太高 甚至你可以提供一些适用给一些客户 然后请他们来帮你做见证 如果他们觉得真的不错啊 那他们就会愿意帮你做见证 那收集了够多的见证之后 你把它呈现在网页上 那这样人家才会觉得 嗯 你的提供的服务是确实的 而且开始有了口碑 所以刚开始是最辛苦的啦 没有说什么一开始就可以赚到钱的 没有说一开始就成功的 一定是不断的尝试 不断的尝试 那你要坚持一段时间 可能坚持个几个月 半年甚至一年 要看你事业规模的大小 不要想说一开始就 就一定要回本来要赚钱了 这是不一定的 当然你事先的市场调查 或者是你的热情 这些因素到底够不够 这个都是你自己要衡量好的 并不是别人说 这个行业好做 这个行业不错 你就去做 并不是这样 一定要找到你自己觉得 真的你喜欢的 找到你喜欢的 你才做得久 简单讲是这样子 那因为 为什么我戴口罩 戴眼镜 戴帽子 最主要是因为我怕光 因为现在不能晒太阳 为什么不能晒太阳呢 因为我去帮一家医美诊所写部落格 所以我不敢随便推荐给别人 所以我每次要帮别人写部落格 我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自己要当成见证人 所以呢我就去打雷射 我体验一下他们的雷射 因为我说好啊 那我如果我脸上的痘疤可以消掉的话呢 那我就写部落格 然后写部落格写我整个那个 这个叫什么 飞缩雷射的过程 好 那所以呢最近就把脸都包起来不能晒到太阳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自身打扮的原因啦 好 那今天呢是11月18号 那我昨天有发一篇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到这个月 11月 到这个礼拜六 到这个礼拜六吗 18 19 20 对 反正就到20号 20号晚上以前呢 20号晚上以前是 网络行销懒人包 再加上影片行销懒人包 的特会方案 特会方案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你再点下面的查看 完整课程内容 OK 好 那今天的萌刀广告都没效 怎么办的主题呢 就讲到这里 那我们每天呢 尽量找时间来录一段 对网络行销 对你有帮助的一些文章 我希望能够让你每天都有进步哦 我是刘奶爸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